立委出城的部分 国民党有心肺大战 而民进党的监委对决 也是越演越烈 日前台北市议员陈怡君 陪同王世坚扫街的时候 还被说成是中常委 黄成国的小三 这也让黄成国脸书怒轰 全党都知道的大金牛扫了妈 被解读是暗批立委何志伟 而何志伟则是连喊三思要团结 王世坚回响 做人要有格调 不要用这一种丧尽天良的方式 我们民进党内部完成了改革 完成了一个黑白要分开 要划清界限的这个文化 我觉得我做到了 我跟赖清德一起做到了 那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现在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 为什么会回到第一名 因为支持者要看到我们改革 那我们就来改革 那这些改革都很不容易 而且在这么快速的时间内 我们稳定整党的军心跟气势 跟支持者的支持度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艰困的任务 陈宇军说他现在的地方 有听到有人就是在传说 他是黄成国的小三 让他非常的生气 那你自己在地方 有听过类似的传言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可是这个一定是绝对 非事实的话嘛 所以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认为做人要有格调 我维持我最起码的 为人处事的格调 很多事我不说出来 我希望他们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同时来招待我这些好朋友 我觉得是很莫名其妙 陈宇军是我两代的好朋友 他跟他母亲还有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也都支持我 只因为他陪我去扫街 然后就要被他们羞辱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实在这种 这种讲出去 这是泯灭人性 这种是完全上尽天良 我们是他们没搞清楚的情况 就不要乱说嘛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嘛 这个是很可恶啦 很可恶 那黄称国不是我黄世贤认识而已 大家都只要我们党内 在台北市参选过的 不管议员立委 大家都认识他 那我也认识他 而且我很感谢他 有对我们党帮助的部分 我们党不能这样啊 人家帮我们的时候 帮我们动员 帮我们介绍宗教界的朋友的时候 那我们取之不尽 然后现在 就把他当尿壶把人家丢在一边 可以这样吗 而王世贤和何志伟之间的立委初选 扯出了黄成国小三 时事评论人黄阳明就说 他跑新闻这么久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 剧情的超展开 让他非常的讶异 他还分析有监委之间的恩怨情仇 说接下来就是绿营的测译网军发大财 我们在地方跑新闻 我们以前跑绿营的 从来没有这种传言 从来呢 我们never 但是所以我说会扯到陈怡君 那真的我们就觉得说 哇 这有点奇妙 这个剧情有点超展开了 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状况 到底是抹黑抹到什么程度 会抹到他身上 不过黄成国这篇文章 加上陈怡君昨天的澄清 证明了这一个选区的刀刀剑骨 比两个主将 比那个费心还更严重 前一波是因为 我认为应该是跟何志伟 这一边有关的 就是说他们对王世贤 是用那个萧美琴的黑历史 因为萧美琴被列为什么 台独玩物分子 然后趁着这一波 他们就说 哎呀当年王世贤怎么欺负萧美琴 这个在很多的群组 在绿营的群组到处传 结果到了上礼拜 大概六日的时候 大逆转 就说突然是一堆冲着阳性银行 彻翼网军在这一波又发大财了 就是他们的角色 突然变得很重要 很久没结案了 因为这些主将 主将 我想在民进党里面 你主帅如果去跟互相攻击 民进党支持的会受不了 可是呢 因为这两个人在民进党内 都有人讨厌 他们两个其实在民进党内的仇恨值 都算不高 不低的啦 所以呢 这会变成是一个自相残杀 而且呢是轻痛 仇也痛 就是 就是这几人 哎 比如说王世贤没骂 我也觉得对手很过分 这个何志伟被骂 也有人觉得这个王世贤很过分 就两边都很都很不爽 至于民进党的立委初选 昨天晚上也抛出了一颗震撼蛋 就是民进党高雄的立委 刘世芳 最后是因为个人因素退选 所以他不选了 讨论市议员 黄敬平就说 健康因素恐怕只是台面上的说辞 他分析民进党高雄的选情 认为刘世芳有可能是想要压宝 压在赖金德身上 民进党的文化就是在于派系 派系的这个争斗 是不是这里面夹杂的新潮流 还有包括这个高雄市党部主委 他们现在不是听说又有人 也要去这个挑战赵天理吗 对 所以我觉得派系的恶斗 在民进党也常常可见 是不是因为派系的这个奔赃 瞧不拢 然后再加上派系的这个冲突 让这个刘世芳可能大叹力不从心 加上一个外部的这个因素 台积电的事情 他可能在工房上会更加吃重 那干脆我就跳出来 也许在这个蔡英文政府 现在还有一年多一点点的这个任期 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坐 也不一定 国营事业啦 或者什么 那因为他现在有立委的这个身份 他赌的可能就是赖清德 如果当选的话 还可以接下来 在赖清德当选的话 后面的这个路 但是如果赖清德没当选 这一切他就会变成泡营 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政治赌注 要不然就是一个压宝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没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